好,同学们,那么这一小节的话呢,我们要讲解的就是在类的外面获取对象属性的写法 那首先啊,同学们,我们先看语法,然后再做体验案例 那么在类外面获取对象属性的语法呢,就是对象名点属性名 那么同学们注意啊,我们来一个体验案例的话,同学们,我们是不是先要有一个打印 因为只要用户想要控制台看结果,即加print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来一个输出的内容是F格式化字符串 格式化的内容是不是就是,孩儿一是对象名 洗衣机的宽度是,然后格式化输出孩儿一,也就是对象名点属性名 是不是即获取到宽度这个属性所对应的值 那么接下来啊,咱们就回到PiCharm当中来,自己书写代码 咱们做一个实验,打开PiCharm 那么在PiCharm里面呢,我们要先明确目标 咱们现在想要做的,是不是就是获取我们对象的属性 那么语法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对象名点属性名 是不是就可以了,爱属性名 那接下来啊,比如说我们在现成的代码里面 是不是有孩儿一这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并且有两个属性 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来一个获取看看值获取到的是不是400和500 咱们来试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啊,我们也是加一个print 那么print的话,我们是不是F格式化字符串就行了 说这个洗衣机,比如说洗衣机的宽度是,是什么呢 是不是重点就来了 对象名是不是就是孩儿一 点属性名,想要获取哪个属性的值 我们就对象名点哪个属性名是不是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时候,当我们右键软 同学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打印出来的内容,就是洗衣机的宽度是400 我们来看一下,宽度属性值为400 是不是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与此同时啊,咱们再把它control加d 我们把属性名改成一个高度属性名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右键软 同学们来看一下 那你访问到的洗衣机的宽度是500 同学们来看,height取值 属性height的值,访问到的是500 是不是没问题 那咱们可以把输出的文字稍微改改 是不是就是洗衣机,我们说高度是多少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右键软 这样看起来这个文字是不是就舒服多了 洗衣机的宽度是400 高度是不是500 那分别访问方法是不是就是height 1.宽度访问到的是400 height 1.高度访问到的是不是就是500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利用在类的外面获取属性的写法 那么就是对象名,点属性名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啊,同学们 咱们把这个实验做完之后呢 跟着老师啊,咱们回到笔记当中去做一个回顾 那么接下来打开笔记 同学们,老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在类的外面获取对象属性 重点应该记什么 哎,是不是记语法 对象名,点属性名 即可访问到这个属性的值 那么接下来啊 这是我们在类的外面获取对象属性的一个写法 那么讲完之后呢 老师把咱们的视频啊,稍微暂停一下